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但是牠們就很鮮明 牠們也想要坐在上面對不對 但是牠們太大 牠們太大不能坐對不對 那這個是什麼 我自己知道 那妳不知道嗎 我也知道 那狐狸說什麼 對 牠說我最喜歡爸爸帶我去衝浪 海浪太大的時候 牠都會把手伸直 然後就這樣子去高高的 然後水就不會碰到眼睛對不對 這是什麼 胃窮 是胃窮嗎 那牠說我最喜歡爸爸 打電話給我表妹的時候 來個惡作劇 牠會黏著鼻子 假裝女生的聲音說 喂喂喂 我是秋捷阿姨 喂喂喂 喂喂我是秋捷阿姨 這個動物是什麼 自己知道猪猪 牠是猪猪嗎 猪猪說我最喜歡爸爸 把海邊的大石頭舉起來 讓我們交到螃蟹 不過 我們從來都不敢用手去抓 為什麼 牠們用 牠現在會把網子 用牠的手把網子撿破 所以不能用這個抓對不對 對 因為牠們就會這樣 石頭 石頭牠夾破 你看兔子 兔子說我最喜歡爸爸整理 財源的時候 爸爸挖一個洞我來放 放種子嘛對不對 對 牠會先挖一個洞 然後我就把四肌洞的種子 種進去 這個是什麼 自己知道四肢 石子 石子說 我最喜歡爸爸 老虎 是老虎嗎 是石子吧 這個是老虎 這個是 然後他說 我最喜歡爸爸 讓我梳他的頭髮 跟我玩美容院的遊戲 我會幫牠把很多條橡皮筋 太好玩了 牠還會說 小姐 這隻太棒了 非常感謝你 讓我這麼漂亮 這個是什麼 這隻隻刀 你不知道啊 這是 牠子 牠是牠子嗎 牠子會發什麼聲音 牠 牠們是青蛙嗎 那青蛙是爸爸 牠們是一樣喔 牠們是一樣喔 所以牠子跟青蛙 可以一起溝通嗎 牠們不會聊天 喔 那我們看小鳥 小鳥牠子說 我最喜歡爸爸 帶我去買東西 牠會推著手 推車跟我一起胡鬧 我說牠 小鳥是什麼 嘀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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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後牠還可以買很多零食對不對 對 不過只能買一樣的糖果 對啊 只能買一個對不對 不能買太多 這樣子會怎麼樣 不能買五個或四個 為什麼 只能買兩個 只能買兩個 為什麼 因為如果你吃太多的話 你吃太多的食物 在肚子 覺得太多的大便 不健康 不健康對不對 好聰明喔 這個是什麼 貓咪在我最喜歡爸爸跟我打架的時候 有點像是真的 我們在客廳的地攤上 滾成一團 還會說 哎呦弟弟 你怎麼可以這樣抓我的耳朵 我會痛痛 你會這樣子嗎 抓爸爸的耳朵 我不會抓你的耳朵 可是你會抓我的耳朵 對不對 什麼時候 因為我在你肩膀 對啊 你自己在我的肩膀這裡 就抓我的耳朵 對不對 牠是什麼 海豹 牠也是海豹嗎 好吧 那我們就叫牠海豹 海豹說 海豚啦 海豚嗎 還是 海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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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是海豚嗎 對 海豚 海豚說 我最喜歡爸爸 在睡前說故事給我聽 爸爸 一個故事說完了 還要一個 太多本了 爸爸跟我說 這是最後一本喔 現在故事說完了 你念這麼多本書 對不對 就這樣囉 故事說完了 晚安 對不對 那我問你 那我問你 你最喜歡爸爸什麼 我不喜歡爸爸 睡覺前 我玩丟枕頭的遊戲 跟丟棉被我把 棉被丟我爸爸 那爸爸丟給我 然後我被蓋住了 你覺得這個遊戲要玩 然後我也喜歡 我爸爸把我抱成一個球 我抓一棉被禮物 爸爸把我抱成一個小球 然後把我丟過去棉被 你覺得這個好玩嗎 你喜歡 對 那你睡前我們就玩這個 好不好 睡覺前 花個幾十分鐘 跟你的小孩 就可以 成家你們的親密觀 跟互動 成家一點愛 像在瑞典呢 我們就是覺得這種 睡前的故事是非常的重要 因為在瑞典你也是從書裡面 是可以學會很多的一些 你平常都不會學到的東西 看書也是會稱加你的語言能力 因為在故事書裡面 有很多東西 你平常都不會講到的 所以我覺得 睡前年一個故事 是對父母 爸爸媽媽 跟孩子很重要的一件事情 閱讀 給孩子知識的光度 也給孩子心靈的高度 不知道 跟孩子嗎 跟孩子說 在對母親密的字幕 習慣了 跟孩子說 是 我們